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自由民主的生活 我们要拒绝中国统治 它的那个主轴跟议题 时时刻刻在变 所以我们其实有时候搞不太清楚 清鸟到底他们的诉求是什么 因为它之前的口号是说 拒绝中国干政 但是现在又变成了反滥权户民主 所以感觉好像都是跟意识形态有关 那大家也不是很清楚 它究竟诉求为何 再来看过去 虽然名为清鸟 就是年轻的意思 但是好像清一色 它都是老人 它的清是清一色的清 清一色的老人 清鸟 怎么会这种感受呢 所以现在网路上面在讲说 就是赖清德是想要效仿 说红卫兵要把这个自己的清鸟 也变成了自己的这个绿卫兵吗 要用这样同样的模式吗 那清鸟当然除了这样站上街头 可能老人家站街头 年轻人站在网路里头 他们在搞什么 他们都在这个threat上面 还说他们去清算了一下 要护起这个民主长城 怎么可以用长城呢 怎么可以有长城这个字眼呢 对 它说用长城 整理了九千个批评朝廷的黑名单 那他说这些呢 就是如果你讲过赖清德坏话 评评过民进党 通通都有这样子在 Excel的表格里面 都有你的账号 跟你的这个threat的网址 那大家就开始就在网路上面 流传是什么 看看我们有没有上榜 有九千个人 但是现在这一个榜单 好像已经下架了 有点可惜 我本来上去也要查一下 自己有没有上去 反正网友们讲说 装脆的人叫不起 因为那个threat 有人就讲说是脆 直接这样装脆的人叫不起 所以现在threat上面 已经变成一个青鸟大本营了 那甚至青鸟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势呢 人家说人一绿脑就惨 是不是也是反映在 这个词上面 有人就po网 就说 这个真是看不惯这个蒋万安 这已经是好像秀下线了 他说这个舔中舔到什么程度 台大医院 你竟然下面还写这个简体字 台湾大学病院 这个简直是舔中 结果突然被人家提醒说 那个叫做日文的汉字 所以你看这个绿营塔绿班 已经到这样的程度 就是自己都分不清楚 病院这个用法是日文 是你们最爱的日本大哥哥 自己都不认得 不学无术 不念书 没知识 然后还要一天到晚出征别人 那所以你看到还有这一个 陈志金医师就讲说 怎么会有简体字 有人担心 是不是捷运局出包了 然后结果人家就说 那是日文 上面写的是病院 真的是 哎呦 那赖清德就接见画家厂 就说 哦 这个 去年大选完成了一个油画光 还要送个肖美琴 怎么占猫拿破仑 然后委托了前新竹市议员理员会转达 然后赖清德就跟徐同学见面画家厂 还在上面签名 另外还去到了万里母校小学 就跟小朋友们见面 然后还展现这个温暖一面 跟小朋友 这个小宝宝爬行 好像现在想要展现出来 他是一个温暖人设 要开始朝年轻选票来下手 那我们看到黄伟翰的分析 他讲说 现在最近看到民调 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民调显示说 赖清德的声望还回升 他在自己 这个等于说 自己的党内大杀特杀 继续杀 为的就是 2028要争取连任可以过半 然后也换取年轻人的支持度 所以在20到24岁的支持度 狂飙到了百分之63 比起上个月增加了百分之26 那另外我们看看 台南的厮杀也开始了 过去人家说一个西瓜都能选上 所以当然要先在党内先厮杀 那我们看到林俊宪已经办了首场 这个后援干部的座谈会 赖气的子弟兵也已经到场了 那包含了什么家里七岗 然后西岗七谷后援会的一些座谈会 然后超过600人喊说 信赖连线林俊宪已经有这个slogan出来了 那陈庭飞当然已经是摩拳擦长好几届了 她说六七年前到现在 市长这一局自己每天都不断在努力 每天都是我的起手势 然后有人现在才起手势 是不一样的感觉 所以我们看郑立文的预言 她说当总统还硬要子弟兵抢市长 这种做法民进党几十年来都没有看过 赖清的这种无情无义无血无泪的个性 就是说全部既要又要全盘接纳 恐怕四年之后政治路就会结束 怎么看呢 我们来问一下原汁哥 赖总统就是偶尔跟年轻人 参加这些软性的活动 也不是不可以 OK的 总统做这些事情鼓励一下年轻人 我觉得也是不错 但是总统样子还是要有好吗 你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 第一个我觉得他这个总统的格局 已经两个多月一直出不来 你看我们立法院前两天 通过了那么多的法案 他不是感谢立法院 他感谢民进党团 好像蓝白都没有任何的贡献一样 只有民进党有贡献 所以他到现在都还没有 从民进党主席升华成总统的高度 完全没有 这一点比韩国瑜差多了 真的 韩国瑜那天法案通过以后 他下来 他跟大家讲话 他真的感谢大家你知道吗 他还说大家难免有冲撞 但是也有温馨的一面 他一直很想团结 我们立法院里面的蓝绿白 一直很想团结 可是赖清德总统 你站在总统的高度 你又没有想要团结 我们中华民国国民 我到现在真的看不出来 真的没有 这一点真的就是没有总统的样子 第二个 你对于重大的事情 你也要表态 你要告诉一下国人 国家方向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前一段讨论的川普讲的东西 川普因为大家会讨论他是因为 他有很高的机率会当选下一任美国总统 所以他讲的话会变成政策 而这个政策跟台湾有关 我想问总统你要怎么去因应 我是有看到佐隆泰有讲话 佐隆泰讲了一句无关痛痒的话 但总统这个是你的职权 国防 外交 两岸 那你有没有表态呢 没有 所以你不能只是做那些 好像很软性的东西 你那个总统的高度就出不来好不好 真的加油 韩国瑜都比你好很多 然后再来青鸟 我现在看到青鸟 我说实在是 他们的口号反濫权互民主 请问一下青鸟 你口中的民主到底是什么 什么叫 对你来说什么叫民主 民进党之前号召青鸟上街头 他们喊的口号叫做 没有讨论没有民主 所以对他们而言 民主等于讨论 我就问民进党 上个礼拜 我们立法院在讨论选爸爸 内政委员会 你有让我们讨论吗 一大早黄杰 不惜成为黄贼 他都要进去把主席台霸占的 不让我们讨论 没收的讨论 这就不是民主 请教一下你们这一群 口口声声民主的青鸟们 你们有出来捍卫吗 有出来反民进党吗 没有 就是双标 这个叫做 这个叫护航民进党 以民进党为主 然后民进党那时候没收 不让我们讨论选拔法 目的就是希望搞罢免 那请问一下青鸟们 人家选上了 你不让人家做 就要把人家罢下来 换你们人自己当 这个叫民主吗 好 来问惠恩哥 宅宣我是觉得青鸟是 赖青德在召唤的 这个民进党的侧义的团体 所以对青鸟我是比较爱与包容 就是赖青德叫他们出来 他们就出来 叫他们去包围就去包围 很乖赖青德的这个侧义部队 那袁之兄刚刚讲那个 我是比较那个 因为就如同刚刚宅宣提到 黄远翰分析的那个民调 之前在这一块 是一面倒的支持柯文哲的 就是年轻人20到29 30到39 在我们T台去年的一大堆的 大选民调 追踪民调 都是在支持柯批的 那如果现在移到赖青德的身上 那我请问大家 那国民党在干嘛 他不是支持民众党 就是支持民进党 那国民党就解散好了 已经从1月13到今天7月18 已经超过半年 那国民党在这一块的努力是什么 我们看韩院长 就刚刚议员之讲 那个我也觉得很奇怪 韩院长支持了两分多 他说什么 他说大家一定都收获很大 你们收获什么 我也不知道 刚刚这个议员之说 这个韩院长要团结 立法院的蓝绿白 你是在做梦 立法院长有办法统一 立法院的蓝绿白的立委 那也好 那就没差时间 对 赖青德不像总统 可是他会赢 他选取就赢 难道韩国瑜要选总统吗 韩国瑜像总统吗 我要团结立法院的蓝绿白 民进党怎么可能跟你团结 对 没有错 赖青德昨天在民进党 他只感谢民进党的党团 他不用去感谢其他 赖青德他本来就认为说 国民党跟民众党 是用民主在反民主 他怎么会感谢国民党 怎么会感谢民众党 他感谢民进党的党团就好了 他的格局就这么小 可是如同刚才宣分析的 这个伟汉兄讲的民调 年轻人我就是喜欢赖青德 我就是不投你国民党 六个月了 袁之兄 1月13到7月18 你们已经输了六个月了 到底在干嘛 我不是针对你了 不要往心里去 我不晓得国民党在干什么 他还送你平板 我要嘛我支持柯文哲 要嘛我就支持赖青德 我就是不投国民党 那问题在这里 你每天是在做什么 然后觉得说我们立法院我们赢了 我们表决都赢 我们举手就赢了什么 你们到底得到了什么 韩院长立法院修会了 你这几个月下来 到底立法院做了什么 我不晓得 而且你特别提到黄杰 我特别的欣慰 那黄杰呢 黄杰没事 去把门打开也没事 你立法院是这样子吗 然后就修会了 谢谢大家 我觉得很莫名其妙 这立法院这几个月给我的感想 我就请旺哲兄指教 我觉得跟之前的几届立法院一样 烂透了 我不晓得你们通过那些法案 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通过的五十几个法案 我都看不懂到底是什么 什么乱七八糟的 很奇怪 好 莱文旺哲 华文哥讲的没错 的确这个会计的谈判就是 大家打来打去 你说真的法案到底细部的什么内容 我觉得宣传上面 其实蓝银也没有做出 他真正实质上的宣传 让大家知道说到底在做什么事情 对不对 华文哥 我不知道 因为我们跑了十几年这样下来 你看这一件几乎每天都要打架 各位观众 现在立法院旁不打架 变成一个反而变新闻 感觉有打架 已经变稀中平常的事情 没有打架变新闻 以前是打架出事 然后大家机器带着往大院冲 往委员会冲 但现在好像不打架变成很难得的事情 所以最近放假要练一下身体 下个会期就练一下 好好地讲出来 那现在问题回来 为什么刚刚袁之兄谈到说 现在赖新德是分裂 韩国也是团结 但我必须要说分裂的情况 看起来从民调上来看 对赖新德有利 的确有利 赖新德要的就是要分裂 因为他有分裂 他才有本钱去塑造蓝绿对决 你看为什么他急于要争取年轻选票 因为他也看得出来 年轻选票大部分的 几乎都在柯文哲身上 如果我把年轻选票视为可犹疑的选票的话 我当然往这方面去出手 我再怎么骂国民党支持者 再怎么骂国民党 国民党支持者也不会投给民进党 那为什么我要浪费力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把目标对向柯文哲 我去抢他的这些年轻选票 甚至骂柯文哲 把柯文哲骂到底 年轻选票就会犹疑了 就快去选边站了 不见得我选择国民党 就国民党进去检讨 为什么年轻选票不选择你 那为什么选择民进党 那其实民进党有抓到他们 某一部分想要了解的东西 那这部分就是国民党要去检讨 为什么年轻选票在选择的时候 不是多数会选择国民党 那这样看起来 你看连分裂的情况之下 赖心得的声望都会回到近五成 虽然民进党的支持度是往下跌 可是赖心得的民调是回升 自己个人的民调是回升的 在台湾民意经济会民调 这代表什么意思 我就算砍郑文燦 我就算民进党发生什么事情 不会烧到我赖心得的身上 就是这样子 民众可能会觉得 对 那是前朝的事情 民进党最近看起来蛮烂的 那是前朝在烂 不是你赖心得在烂 他们会分享 所以在民调上 就会显示这样的情形 所以我个人觉得 这样民进党 对谁会显示呢 感谢观看